請問一下各位喔 你認不認識這種叫做 PNG的格式 這種 圖檔啊 對圖檔 那它最大的不同叫做什麼 它能夠做透明 能夠做透明 有些生理可能沒有覺得說 有透明跟沒透明差在哪裡 那我們其實 有一個圖檔格式也可以做透明 就是GIF的這種格式 但它只能有一個顏色的透明 所以我們有些時候 比較早期網站上會看到 有些圖 不好看 它現在有去背東西就覺得 不是那麼OK 那麼PNG跟SVG呢 PNG是點陣圖 有些像我們一般的那個照片 JPG啊 之類的 那麼SVG呢它是向亮的 向亮的 就好像各位平常看到那個 Flash的動畫有沒有 它放大所以小是不時針的 那這兩個呢 PNG比較早支援 比較早支援 它在網頁上都支援 那它呢可以支援256種程度的這種透明程度 也就是說從透明到不透明 你有256種程式 那你就可以產生什麼 像英零的這種半透明的效果 另外呢這個SVG呢是現在比較新的 就是HTML5開始支援的這個標準 早期我們呢 網頁上的效果都是什麼 Flash 可是Flash並不是標準 它是Adobe自己 因為以前的Macomedia所訂立的 那因為用的比較多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標準 實際上不是 那這兩個呢 都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們都支援透明度 所以你們可以 可以 有時候 比如說我們在做海報也好 或者是在做簡報 如果你一張圖片就直接把它 放上去是不是都四四方方的 那這樣好看嗎 有時候不見得適合 所以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找 那怎麼找比較好 我們找給你看 其實我有去找過我們 我們的那個網站 我們網站 Mogo也是這種格式 你找那個Logo不用麻煩 你們家都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哈哈哈哈 真的 我找給你看喔 你看喔 我看一下 剛剛的頁面 好在這邊 好 你看你們家的在這裡 有沒有 對不對 這一張你把它存下來 另存影像 你把它另存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個格式是什麼 有沒有 這PMG 那我先把它存下來喔 給你看看喔 我放在我的桌面上 好 那 其實 因為它當初在做的時候 後面這個 你們應該可以 網站 我記得應該可以換不同的設計 對不對 那像一般 因為我本身也有在做網站 所以 我們一般現在都會用這種方法 因為它是透明的 所以後面設計怎麼變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就不用重新做圖 像這個 像這個也是有沒有 半透明 它只要 塗兩格式是半透明 後面是什麼 就自動穿透過去 這樣就比較方便喔 那 我呢開一個 簡報檔案給各位看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 那這個簡報 簡報在這邊都不用白色比較多嘛 對不對 都會有個顏色喔 那我們把它丟進來 你看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OK的 有沒有發現這樣就透明的 對不對 這樣整合度是比較好 這樣你 後面背景就 一個白色的這樣 疊上去好像貼貼紙一樣嘛 比較不好看 所以PMG是在我們一般的 OBIS裡面就可以用了 好就可以用了 那到底你要怎麼去找這些素材 因為除了我們LOGO要自己 自己準備的話 其實那些素材的話 其實你可以這樣去找看看喔 你看喔 我們一樣是用Google的 找圖 其實 所以Google找圖 請問收訊群 你會用哪些 用哪些 其他的 還有什麼 可以去找 雅虎已經很久 沒做收訊群 你不知道嗎 真的啊 這個資訊可能大家沒有特別注意到喔 雅虎現在有在做收訊群嗎 沒有耶 所以你在上面是打關鍵字沒有錯啊 讓我們找一下好不好 你看喔 因為他真的已經 不行了 我們找個關鍵字 一樣會找到結果沒有錯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捲到最下面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POWER BY什麼 不是POWER BY YAHOO BING是誰 BING是誰 BING就是這一家啦 最近改版的 BING是誰的 BING是誰的 你應該知道吧 BING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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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裡 耶 搜尋 在這裡 好 也因為他最近改版的 喔 在這裡 有看到病了嗎? 有沒有,實際上說真的,現在搜尋請就剩兩家吧 一個叫做個個,一個叫就是偶爾啦 而且你如果仔細看,你有沒有覺得這個看起來跟什麼很像? 不是,這個看起來搜尋出來的這整個畫面的樣式跟誰很像? 跟Google,像有沒有發現,一天搞不清楚你是用Google還是用病的嗎? 只能從Google看得出來,連上面你不覺得都一模一樣嗎? 如果能夠抄成這樣子,你不覺得? 其實它現在真的是做得跟它一模一樣,連找圖的方法都幾乎一樣 所以我要講的是,這樣問題就來啦 以前是戴著西瓜,我來一點嘛,現在是我這個嘛 那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其實找圖的方法 或者是找關鍵字的方法,兩個都可以用 我會比較建議各位其實,Google雖然好用 但是有時候要用別的,因為有時候會找到結果不同 不要想說,好像這次有Google比較厲害 因為不同的搜尋,你找出來的結果真的還是不大一樣 還是不大一樣齁,那這個呢,是先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們回頭來看一下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如果你的Google的,你用Google的方式去找的話 這裡,一樣找圖片,一樣找圖片 但是你只要會加,多加兩個關鍵字就好了 比如說,我想要找這個,有沒有什麼要找的 基本上找英文是比較容易找到啦 熊 熊 這樣嗎 對不對 如果你這樣找,當然都是照片的很多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去背好的 應該不多吧 都是照片嘛齁 好 這個找資料是可以,但是如果您是要找插圖的 您可以試看看,加上一個什麼 安捏 安捏 對 空域格局 我們來看看結果會不會有不一樣 呃,怎麼都是好的 你可以點看看啊,假設你要这一支 因為去背要不要時間 要嘛,就算你會軟體 也要花點時間去背啊 不會軟體的會找就好了嘛 對啊 那你說這個到底真的有還是沒有 看起來不是很清楚對不對 我確認一下 你這邊啊 如果你在找圖的時候 他這邊有出現這樣一格一格 好像塞車格那樣子的 那就表示是去備好的 PMG不代表全部都是去備好的 但是你用這個關鍵字找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找到去備好的 像這個獅子的 比如說我先存這個看看 那當然一樣有沒有 你查看原圖 會 更保險一點 好我們把它另存一下 把它存下來 OK 那我現在呢 一樣把它丟到我的簡報裡面 你丟進來看就知道 不小心就好了嘛 這樣做東西有沒有快一點 所以你會早知道 就是不一樣啦 那當然版權這個 還是要注意啦 還是要注意 那你看我回頭來 我們回頭來看這裡 剛剛我沒有什麼關鍵字 是不是加上PMG 所以他會找到的是什麼 點陣圖比較多 就是照片類的比較多 那相對的 如果你是用SVG 有沒有現在是A SVG 好 我用的是SVG 他找到的會是什麼比較多 有沒有都是可愛的比較多 就是一般插畫類型的 我們講插畫類型 因為他本身是屬於向量的 所以你這樣找東西 是不是就快一點了 只要你會關鍵字 就加上後面那兩個而已 明明中你可能找到資料 會比較少 比較少一點 但是你加上英文就比較多 那另外還有一個版權上你比較沒有顧慮的 一個網站你也可以試看看 這個網站我好像沒有列在那個清單裡面 叫做 OpenClip R A-R-T 可是你用這個版權 違法 他有告訴你就是你要用正版的才可以用這些 那 我們一般現在其實有些在推 所謂的 其他的office 免費的 像什麼openoffice 還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其他幾個 那這個呢就是要給他 希望 就是 給他們來用的 這個是完全 那個 可以免費授權使用的 所以你用這個關鍵字你去找 他本身的檔案 就是SVG 可是他也存出來變成 PNG 而且是透明的 重要是透明的 你不用再做去背 你可以試看看 當然 在這邊還是找什麼 找英文的關鍵字為主 英文關鍵字為主 所以 你如果說 我找看看有沒有什麼比較適合的 他可以搜尋 比如說我們一樣找熊好了 好 好這裡有很多支對不對 好那你要看 你要哪一支 我們假設要這一支 點一下 有一個了 那麼 你從這邊如果你直接下載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他的下載的選項裡面 他有問你說 你不要比較小的 中的還是大的 有沒有 那這個呢 你可以直接選也可以 那萬一如果你要的是比較 比如說我們要做大張海報 給人家 比較方便看著 那麼你可以自己直接 指解析度的寬度 也就是說比如說 各位知道那個照片解析度那個怎麼來的吧 極法案像素極法案像素 就是長分一寬 照片長分一寬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寬度打進去就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一張 2048的 寬度2048的 那你只要在這邊打2048 他就會把 上面那一張 向量圖檔 轉成2048 的 大小的點陣圖 你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好因為你從這邊看你也不知道他的尺寸多大 搞不好沒有你要的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直接拿下來 所以這個算比較特別一點的一個 網站 因為其實如果說你要 一些圖庫的話 從這邊引用 比較沒有所謂的就是版權上的問題 OK